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熙刚刚驾崩离世 雍正就连夜处死了跟随父亲六十年的心腹大太监赵昌 作为上位者的雍正杀一个太监自然不需要什么理由 然而对一个年于古稀的深宫老人迫不及待地痛下杀手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和隐情 康熙驾崩 唱春园的惨叫 公元1722年12月20日 即康熙61年农历11月13 康熙驾崩离世 此前康熙因天气转冷偶感风寒 就一直在畅春园休养 大太监赵昌仍是寸步不离的服事左右 畅春园是京郊第一所大型皇家园林 被称为京师第一名园 这一年 康熙已经是69岁了 虽是因风寒之政恶化而驾崩 但在清朝的皇帝之中绝对算是高寿 就在康熙驾崩的当晚 意大利传教士也是宫廷画师马国贤 也留宿在唱春园 在他后来的日记体书作《清廷十三年》 在《华回忆录》中 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书中写道 当时已经入夜 万籁俱寂 在清幽雅致的皇家园林之中 我刚吃过晚饭 正与安哥拉另一名传教士坐在一起闲谈 却突然听到阵阵嘈杂声 还隐隐有人在呼救 突然之间声音越来越大 渐渐变成了一声声的惨叫 我很震惊 刚坐起身准备出去查看 声音却戛然而止 夜晚又重新变得宁静祥和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而后续书中 马国贤又写道 此日 我便听到了康熙皇帝驾崩的消息 而他的贴身太监 赵昌因犯罪 而被新任皇帝雍正诛杀 家财悉数充公 子女家人为奴为婢 由此 我们可以判断 康熙驾崩当晚 马国贤听到的求救声和惨叫声 应该就是来自大太监赵昌 并且第二天 也就是登基的第一天 雍正就昭告天下 大太监赵昌因罪伏法 已被处死 康熙的首席太监赵昌其人 大家都知道 康熙是少年登位 在紫禁城中孤立无援 父母早早离世 祖母孝庄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然而为了将他培养成为合格的皇帝 免不了对康熙严厉训诫 而赵昌就是少年康熙的包衣奴 也就是贴身伴读和随士 他与康熙年龄相仿 本人又聪慧机敏 善于察言观色 很快就成为康熙最为亲近的人 当时长居宫中的耶稣会传教士 就称赞赵昌 他虽然年纪尚幼 但却是皇宫中做得最好的随士 有一次 少年康熙接见外国使臣 对方献上了一管火枪 康熙一见就十分喜欢 但又嫌火枪太过普通 没有任何彰显地位的装饰 感到很遗憾 康熙数次对赵昌提及此事 而赵昌也暗暗放在心上 之后他特意找工匠研究制作了一管新的火枪 上面镶嵌了各种名贵的宝石 光彩夺目 赵昌将这管火枪送给康熙 博得龙颜大悦 就这样 康熙和赵昌一起长大 同吃同住 二人既是主仆又是君臣 还是朋友和玩伴 而后随着康熙一步步坐稳朝堂 赵昌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随士太监 成为宣读圣旨的养心殿太监总管 再到内务府造办处总管 也就是说 皇宫内一切用具采办 都要赵昌经手 这一肥差让赵昌谋利无数 他在京城置办了私宅商铺 还买了田产 这些情况康熙也有所耳闻 但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作为宫中的首席太监 除了不甚明显的贪污受贿 赵昌的行为可谓重规重矩 并未有大逆不道之处 按照以前的惯例 前朝皇帝的侍从太监 要么继续留在宫中为新任皇帝效力 要么告老还乡遗养天年 而赵昌却被雍正连夜处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知道了什么 首席太监的三宗罪 其一 赵昌跃权干政 监视雍正 本不是储君人选的雍正 经历九子夺嫡的腥风血雨 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本就格外敏感 而赵昌却派人监视雍正的饮食起居 亲友往来 事无巨细都要汇报给他 当然 这种监视不是来自康熙的命令 就是其他皇子的暗示 赵昌只是一个执行者 但是不管怎么说 赵昌都是敌对阵营的势力 杀了他 一是解心头之恨 杜绝监视告密之风 在宫中盛行 二是杀鸡景侯 给赵昌背后的势力以警示 三是止于智者 将赵昌过去探查到的皇家密文统统封存 其二 与皇室成员私相授受 有不臣之心 康熙的嫡长子印仁 曾两次被策立为皇太子 然而又两次被废除 赵昌却与其私交甚密 甚至私下送给印仁的儿子一把火帘 并说是自己特意做的 火帘就是古代的打火机 做成镰刀的形状 火帘可以打出火花 引着火焰 所谓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或许赵昌只是无心之举 但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并且早年赵昌确实曾经给康熙做过火枪 如今又给废太子的儿子做火帘 不由的旁人不心生联想 雍正因此对赵昌更加忌惮 认为再放任下去 赵昌的谋反意图会更加明显 甚至可能理应外合与王室成员谋反 危及到自己九五之尊的地位 其三 赵昌卖官欲绝 贪污公款 康熙到了晚年 宣布执行人证 宽大处理政务 本意是促进社会发展 然而却无形中成为滋长贪腐的温床 而赵昌就私自动用国库公款 数额高达五千两百银 雍正尚未一时 最重要的就是稳固朝政 而贪污受贿行为 无疑动摇了国之根本 因此他对于贪腐的整治十分严酷 可以说是到了很辣的程度 官员贪污超过一定金额被抓 就要抄家加满门抄斩 并且雍正还独创了追赔制 官员必须将自己曾贪污的金额 如数上缴 如果其家产不足 就要他的亲朋好友 甚至子孙后代继续赔偿 完全补完才算结案 雍正认为 官员贪污 其家人享受到了相关的利益和好处 并没有尽到劝戒的作用 那么相应的 贪官受到惩罚时 他的亲人也难辞其咎 必须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买单 大清律例明文规定 贪污一千两级以上者 一律处死 且无豁免权 为了整肃朝纲 为自己立威 以赵昌开刀最为合适 灭口已绝后患的阴谋论 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阴谋论 说雍正的魏不正 因为自己并不是皇位的第一人选 所以就对自己的父亲康熙痛下杀手 并篡改传位赵叔 才得到皇位 而赵昌作为康熙的贴身太监 得知了这一切的真相 于是雍正才不顾体面 连夜将其灭口 以绝后患 这种说法听起来足够暗黑 且有话题性 然而理性分析就可以知道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阴谋论的第一个论点 传位赵叔被篡改 康熙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心仪的皇子人选是十四皇子印之 也就是雍正的统母胞弟 在康熙五十七年 印之率领军队西征准格尔 并被赐封服远将军 可见康熙对其十分认可与信任 而阴谋论宣传 康熙遗诏中本来写的是十四阿哥德天下 而雍正提前看到诏书 于是将使改作了于 然而通过查阅史书可知 历史上皇位的更迭 绝不会如此草率与随意 康熙皇帝遗诏的真迹 现在还有完整保存 共有四份 分别收藏于我国不同的博物馆和档案馆中 在满文和繁体字当中 于和实写法完全不同 根本没有篡改的可能性 并且诏书中明确写道 庸亲王皇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必能刻成大统 筑记镇登基 继皇帝位 这无疑是对篡改诏书论最有利的回应 阴谋论的第二个论点 康熙被毒杀 阴谋论宣称 康熙一向身体康健 只是偶感风寒的话 不会危及性命 是雍正抓住康熙抱养的机会 为他送上一碗有毒的参汤 康熙饮下后就不治身亡了 这种说法也十分荒谬 要知道 清朝皇宫戒律森言 皇帝的饮食起居 均有专人负责监督检验 就算是皇子妃嫔 也有严格的行为规范 不能越雷池一步 如果是毒发身亡 人死后尸体一定会出现中毒的症状 雍正本就身份敏感 怎会让自己置于这种危险的境地呢 另外一方面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 做了整整六十一年的皇帝 数十年日理万鸡 处理政务 身体早已被透支 在此之前的几年 康熙的身体已经出现过多次不适 最后的风寒 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性格使然 雍正的生母出身卑微 她小的时候就交由养母代为教养 并且与兄弟都是竞争关系 可以说没有亲情可言 或许是这种寄人篱下 惶惶不可终日的童年经历 造就了雍正眼短显长的两面性格 长处 孝顺皇父 兄弟友爱 勤勉谦逊 短处 多一猜忌 急躁苛刻 虚伪残忍 而康熙曾停嫁幼年的雍正 说她初年时威绝 似阿哥喜怒不定 喜怒不定或许是雍正性格最好的助脚 而后她又养成了忍得习性 将这种性格里的不确定性强行隐藏起来 韬光养晦 在康熙众多的皇子当中 雍正肯定不是最聪明 最强势的 也不是最受拥护的 然而雍正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所以在九子夺嫡的争斗中 雍正独善其身 不与任何势力过于亲近 因为她知道 康熙最厌恶结党营私的行为 在其他皇子蠢蠢欲动 上蹿下跳的时候 雍正却泰然自若 丝毫不表现出 对太子之位的觊觎之心 带到真正登上了皇位 雍正性格中的另一面 牙字必报 残酷无情开始表现出来了 她鼓励官员们相互告密揭发 将密哲制度化 并创立专门的特务机构粘杆处 来监视文武百官在朝中的一举一动 过去遭受的一切屈辱 轻视和冷眼 她都要一并讨回 雍正后来曾对大臣说过这样的话 朕生平从不负人 人若负朕 则上天赐助力报复也 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驾崩 自己已经成为万人之上 韬光养晦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 而此时的赵昌在雍正的眼里 就像是自己往日所有威胁 苦难的缩影 作为康熙跟前的红人和老人 赵昌可能存在的隐患太多了 他的功劳可能使他拖大傲慢 他知晓得各类皇家秘密可能 让他膨胀嚣张 他的资历可能让他与其他皇室 宗亲结党营私 虽然这些都是假设 猜想 然而只要赵昌活着 这些情况都有成真的可能 威胁一直存在 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经历了那么多血雨 兴风才登上皇位的雍正 绝不允许这种可能发生 只有当机立断将其斩杀 赵昌在康熙皇帝身边 做了六十年的贴身太监 一生也享受了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然而一招康熙驾崩 他就被雍正连夜处死 落得个晚景凄凉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躺在功劳部上干吃老本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